这股气息 双眼之中充斥着一股难以置信 云山猛地站起身 怎么可能啊 这小子竟然还真的活着 云山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 脸色陡然一变身形一闪 便犹如鬼魅一般地消失在了 这所修炼的密室之中 在先前感应着那股气势爆发的时候 那方向明显就是在那帝都之中 而此刻帝都之内正有着云兰宗派出的大部队 云兰宗大殿一片混乱 种种嘈杂与惊慌声汇聚在一起 最后盘旋在大殿之内 令人头晕脑胀啊 当云山身形闪略进入大殿的时候 也为这混乱的场面皱了皱眉 都给我安静 如此混乱不堪成何体统 看到突然出现了云山 大殿内的嘈杂之声顿时缓缓消失了 片刻终于完全安静了下来 云山冷哼了一声在守卫上坐下 发生什么事情呢 有没有云都他们的消息啊 大殿之下 一位老者连忙快步走出 脸色有些发白 启禀曾主啊 云府等四位长老的魂牌 在刚才突然完全爆裂 而云山几个长老的魂牌 也是变得极其暗淡无光 看着情况明显是受了重伤啊 还刚落呀 大殿中包括云山 所有的人脸皮都是一阵剧烈的抽搐 这次派往帝都的强者几乎已经是与论宗如今一半而多的势力啊 这种庞大的阵容 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是有着自信 加马帝国之内 除了云丸宗本身之外 没有一个势力能够抵御众 然而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 却狠狠的一巴掌抽在了他们的脸上 令他们措手不及 我说云茶长老 你你怕是看错了吗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有着一道干笑声响起 我倒也是希望啊 云茶长老呢 苦笑了一声 手掌一翻 一堆破碎的玉牌 便出现在面前的桌面上 而看到这些熟悉的玉牌 那些本来心中还有怀疑的人 脸色顿时难看了 怎么可能啊 那可是两名窦皇 七名窦王强者呀 这帝都之内 还有哪方势力有着本事吃下他们 就凭那米特尔家族吗 一名身份看似不低的老者 脸色变幻怒声说道 难道是三大家族和皇室联手了 一人突然说出的话 倒是令不少人暗中点点头 嗯 现在看来恐怕啊 就这个猜测最为可靠 竟然他们敢联手向我们云兰宗挑衅 那就请宗主下令 将三大家族和皇室彻底的在加玛帝国抹除 对 宗主 这种挑衅 云乱宗绝对不能忍受 一定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云山脸庞阴沉 目光骚链群情激愤的众长老与直视 片刻之后 首长猛然狠狠地拍在了周面 剧烈地声响呢 顿时将大殿的众人吓了一跳 目光惊惧地望着云山 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后者会如此的暴怒 不是什么狗屁的三大家族联合 是萧家那个小杂种回来了 云山声音阴沉地说道 萧家 我愿大家一愣啊 一个小小的萧家 如今已经是苟延残喘 还能有这个能力将云兰宗那么庞大的阵容击伴 看到大家一脸茫然 云山心中怒火更盛 然而就在他忍不住要再次发怒的时候 终于呢 有一道惊呼之声从大殿中响起 难道是那个萧炎 萧炎 记忆忧心的名字 在短短一瞬之间便掀起了众人 那被掩盖了三年的记忆 三年之前 那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一个人独上云兰山 凭一己之力与整个云兰宗相抗衡 虽说最后被追杀出了加玛帝国 可那个如狼一般凶狠的少年 也是给云兰宗无数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三年时间了无阴性 也使得众人逐渐的忘却了这个名字 然而今天 当有人突然提起这个名字 那三年前的一幕啊 缓缓的在每个人脑海之中浮现了 那个家伙不是死了吗 终于有人带着些惊悍的说道 谁告诉你们他死了 先前我便感觉到了他的气息 看来那个家伙应该是回来的 而云都等人或许是碰见他的吧 那就算是云都长老他们碰见了那个家伙 可可也不能有这般的伤亡吧 那里可有两名豆黄和七名豆王强者 就算说是遇见了三四名豆黄强者 也绝对不可能摆得这么快的 难道硝烟在短短的三年中 已经突破到了斗宗不成吗 一名长老忍不住怀疑的说道 虽然的或许并没有突破到豆黄 可是从先前那股气息来看 怕至少也是豆黄皆别了 云山缓缓说道 说到这儿 他的眼皮忍不住跳了跳 豆黄以他的实力自然能够知道 当年的硝烟虽然说战斗力强横 但是真正的实力 其实顶多也就在大斗师 或者说斗灵左右 然而如今才短短三年 那个家伙 竟然就已经到了豆黄阶别 这种速度简直太可怕了 云山话音刚落 便立刻在整个大殿中 涌出了一阵骚动啊 就算是先前那名长老脸庞也为之一致 短短三年进入豆黄界别 这修炼天赋 唯有用恐怖二字来形容了 三年时间 他便能够到达豆黄层次 难以想象 若是再给他三年 想到这儿啊 即使是以云山的老辣心中能忍不住的犯出了一股寒意 深深的吸力一口气 云山眼帘低垂 一股难以抑制的杀意 猛然自心中铺天盖地习惊而出 小杂种 当年让你逃了算你好运呢 不过这一次你自动的送上门来 那可就不要怪老夫心狠手辣了 宗主 现在如何是好啊 要不要派人前去解救云都长老等人呢 文言云山队陈音 刚欲点头 那位掌管宗内众多长老魂牌的云茶长老脸色顿时一变 我想怕是不用了 他们的魂牌这已经是全部的裂开了 此言一出啊 顿时全场骇然呢 玄机呢 脑袋一人眩晕 那可是两名窦皇和七名窦王强者呀 这般阵容居然变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之中尽数陨落 这般损失就算是对于云丸宗来说 也是有些难以承受 那个王八蛋 也太狠了吧 怒骂声终于不就一样地想了起来 然而他们在说这话的时候 却忘记了当初他们对萧家出手 又何曾心慈手软过呢 在这般重大损失之下 云山脸庞上的阴沉却反常地尽数收敛 面无表情地挥了挥手 行了 不用再派人去帝都了 那个小杂众会自己找上门来的 既然如此 咱们就安静地等着吧 大家一浪 虽说心有不甘 可却不敢反驳云山的命令 因此当下只得攻身英命 吩咐下去 从现在开始云南山进入最高界备 任何私自入山者格杀勿论 是 听了云山话中的阴冷杀意 众人浑身一喊 连忙硬道 旋即呢 在云山挥手中迅速鱼贯走出了大殿 随着众人的退出 大殿之内再度地变得寂静无声了 怎么样啊 我前一段时间才和你说过 萧炎那个小子 在黑角一混得风声水起 看来此次回来云南山的麻烦不小了吗 大殿阴影处 一团黑雾突然诡异涌现 旋即盘旋在大殿当中 云山脸皮抖了抖 一个小杂种而已 就算他如今有了窦黄实力 可本宗要杀他 依然是易如反掌 等我把他擒住 会让他事实生不如死的感觉的 行了 我不管你和他之间的恩怨 正好如今他已经回来了 那么萧家的人 便算是大部分凑齐了 也免得我们再去黑角御寻他 据消息所说 消炎体内有着要尊要尘的灵魂体 当年他能够凭借大斗师实力 击杀斗王强者 想必也是药臣灵魂相助 等他下次的时候啊 药臣交由我来对付 你就只管擒住消炎就可以了 放心吧 我会让那个小杂种斗气 废了之后再交给你处理的 希望如此 不过提醒你一下 最好不要轻敌 否则到时候下场恐怕会格外的凄惨 黑雾微微涌动 再度传出了一声怪笑 旋即被诡异的缓缓消散在大殿之内 留下了一脸音效与猙獰的云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